小花牛长大了 这么可爱的小奶狗 长大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 那时候我们一直很期待 那个时候花儿还在开 苹果树钢筋苹果 小花牛也睁眼睛了 也会走了 然后每天跟小豆包小豆馅混在一起 开心的玩耍着 每天被他俩当成磨牙棒 一直磨呀磨呀的 啃呀啃呀他 其实就是喜欢他 这个的时候的小花牛真可爱 连高傲的博美都喜欢他 每天看见他就跟他玩 故意在他跟前转圈圈 引起他的注意 这种萌萌的阴阳怪 不光是人类 连小动物也喜欢 小美那时候我太喜欢他了 每天早上起来 必须要跟他玩一会儿 连豆馅都看不下去了 觉得该轮到我了吧 一直凑到前面来看 来试探 那个时候的小花牛还不到一个月 居然都会走了 跑起来也很稳当 小花牛经过功老师的耐心照顾 还有每次定时的打疫苗 才会像现在这样健康的成长 其实养的每一个狗狗都要付出很多 大家看到的只是光鲜的 萌萌的那一面 没有看到功老师付出的那些 还有他的妈妈 每天的陪伴 也是分不开的 当然 也有我们的细心照顾 小花牛才能长得这么好 当然 也是有豆包豆馅的功劳 他们两个每天形影不离 直到现在 小花牛已经长得身长 比小豆馅还长了 你们看 这就是他现在的样子 是不是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呢 这样